在叙利亚局势日趋平静之际,占据北部最大石油产靴的美军却突然出手,试图重新敲起战火,以便美国全面介入。 据今月俄罗斯电视台网站9月30日报道,叙利亚副总理监管长穆阿利姆最新披露,美军特种兵率领多个战术,分队队训普乘巴尔尼拉发现连续偷袭,美军在坦福地区非法占据的军事基地正在重新训练残余的伊斯兰国恐怖犯死。 莫阿利姆对此警告着,所有偷袭巴尔尼拉的战术分队已被全部消灭,非法进入叙利亚的所有外国军队,必须立刻无条件撤军。 叙利亚军警在巴尔尼拉执行警戒任务,驻叙利亚俄军发布的信息显示,这些战术分队不但拥有防战备心,也是以战术电台等特战装备,而且配合默契,具有明显的特种作战分队特征。 巴尔尼拉古城位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格东北部,武装分子战术分队则来自美军,控制达尔特坦夫地区。 由于逊娥联军早已掌握美军在坦夫基地附近建立叛军,极端组织武装分子叙利云的情报,所以提前获得了武装分子特产分队将袭击巴尔尼拉的准确信息。 据报道,续俄联军在巴尔尼拉城外东南方向,抢线设置好埋伏圈,俄军SSO特种部队负责总指挥,同时对付武装分子战术分队中的美军特种兵。 续政府军精锐也战部队责任主攻,为了确保全金这些叛军和极端组织最精锐力量,续政府军还调集了,大口气火炮,苏林夏22攻击机参战,叙利亚炮兵部队,俄军方消息称,由于情报收集得力。 美特种兵率领的多个武装分子,本对军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进入选额联军包围圈,并遭到绝对优势控的火力杀伤。 除了极少数武装分子外,其他人员全部被当场击毙,被俘虏的武装分子证实。 美军在其占领在阿特坦福基地,附近55公里,以内安置武装分子训练营,由来自美军特种部队的教官进行培训。 许利亚政府获得的情报则显示,美军训练的特种作战,武装分子多达500人,派往巴拉米尔古城的就有300人。 经过一连传成功的伏击战,薛俄联军相信武装分子特战力量以元气大伤。 不过,薛利亚外长穆埃利姆也表示,美军坦福基地,仍未停止训练武装分子,所以他已在9月29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要求所有为或是政府允许的外国军队,立即无条件撤出该国,俄军特种部队在薛利亚作战。 主持俄军透露,这一系列伏击战的成功,得以于俄军情总局情报部门的强力情报收集工作。 目前俄军在叙利亚主要部署有空天军、地中海分舰队、SSL特种部队。 这些部队打击叛军和极端组织的军事行动,有很大部分战国要归功于军情总局情报部门的牺牲和努力。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还报道称,去副总理兼外港穆阿利姆,在介绍完巴尔里拉古城战换后,罕见的对美国支持的是北部库尔德反政府武装、叙利亚民主力量,发出了警告。 穆阿利姆称,妄图借助美国支持,而从叙利亚独立出去只是幻想。 如果库尔德仍一孤行的话,叙利亚政府将不得不被迫对他们开战,叙利亚北部的美军对库尔德武装,给予了很大支持。 谢谢。